根据NHK报道 日本Jexa的小型探测器Slim 于19号深夜在距离月球表面高度 约15公里时开始降落 在日本时间午夜12点前开始最终下降 Jexa的官员也表示 Slim的轨迹符合计算预期 以垂直状况缓缓落下 最终在预定时间降落在月球 目前科学家正在侦查探测器状况 Jexa的目标是希望探测器Slim 能够在目标100公尺范围内着陆 远比以往有好几公里远的降落范围 还要小非常多 而且因为月球引力更强 着陆挑战也更大 因此这项任务也被称为是月球狙击手 而Slim预计降落在月球一处坑洞上 科学家表示这个坑洞表面 可以接触到月球的地寒 了解月球形成奥秘 另外也希望找到月球上水资源的痕迹 方便日后推动在月球建立基地 根据计划登陆之后 探测器将会弹出一个小型机器人 在月球表面滚动 并将影像传回地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